2346號 報稅接到了 以往被戲稱是夫妻懲罰稅 已經在2015年取消 現在夫妻如果分開計稅 可能會更划算 你好我要報稅 原來過去由於個人綜合所得稅 是以戶為單位且採用累進稅率制度 因此一旦成為夫妻 雙方各類所得 就必須合併計稅合併申報 現在夫妻共有三種計算稅額方式 包括全部所得合併計算 夫或妻薪資分開計算 跟夫或妻的非薪資各類所得 像是房租股利等等分開計算 夫妻雙方在還沒結婚之前 各自報稅 然後結婚之後 然後他們要合併申報 反而產生的稅付 會比在合併之前 合併之前還要高 簡單來說假設夫妻各有薪資所得 100萬幾股利收入100萬 若有薪資所得分開計稅 假設妻子適用100萬元的薪資所得報稅 適用稅率約在12% 但先生卻因為得用剩下的全戶 所得300萬元報稅 因此適用稅率反而在30% 則合計稅款為102萬元 不過若是採用全部所得分開計稅 等於是夫妻各用200萬元報稅 各自適用稅率約在20% 合計稅款為80萬 足足就省下約22萬元稅金 所得是如果差距會比較大的 合併起來的急劇 跟分開的急劇是不一樣的 其實都會產生一個節稅的利益 不過國稅局人提醒民眾 不要誤解成夫妻可以分開申報 因此可能會面臨補稅加法窘境 拿到法院的裁定書或是保護令 那符合這三要件是可以完全分開的 如果純粹只是分居 還是要合併申報 也就是說夫妻所得 雖可分開計算 但最終仍需合併申報 民眾也不妨直接到國稅局試算 哪種最划算 省下荷包 東森 財經新聞 張宣 張士奎 綜合報導 對 那些據說 如果純粹 都會有趣 你會想必須 有趣 斷